的一个寻常的下午,如厕后,不同男男的位大姐, 广名遭遇了她被却折在生长爱性贫血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, 腹腔内巨大暖潮脑肿破裂出血, 一个中年妇女暖潮脑肿的曲折求疑定律, 当暖潮脑肿破裂,腹腔内大出血遭遇在胀, 在生长爱性贫血,简称在胀, 是一组由多种病因所致的骨髓造血功能刷截性综合征, 以骨髓造血细胞增生减低和外中血群细胞减少为特征, 临床以停血,出血和感染为主要表现, 而未大姐的在胀,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血小板少, 这个直径小于十位米的,主要作用而止血的血细胞, 在6月13日这个寻常的下午,如厕后的未大姐突然感到腹痛, 腹胀,甚至出现了心率偏快的休克的表现, 综合考虑到它巨大暖潮脑种和在胀的病情, 血液科陈小会主任立刻考虑到了暖潮脑种破裂, 腹腔内打出血的可能性, 在B潮引导下,腹腔传色, 也流出2000毫升的血性液体, 但这不是结束,因为未大姐的血小板积低, 腹腔内仍会继续出血, 因为在胀的病人白细胞也低, 腹腔内感染的风险也非常高, 各科通力协作,病人和家属积极配合, 与死神擦肩而过,手术还是不手术, 这是个问题,家属决定放手一搏, 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数五厘米, 而生与死的距离, 确实不当直径矢卫米, 一个普通人, 她她的未来有无限可能, 但只有一种可能才能活下来, 愿意为她她拼搏的医生, 愿意信赖医护的家属, 以及自己顽强的求生欲望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贴近news.xyz,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